卫福部基隆医院副院长陈伟达以及神经科医师廖彦辉表示 不少人都有头痛或是偏头痛的问题 有时候痛起来还真的要人命 一般来说每个月痛四天以下可以用止痛药物来处理 如果每个月头痛超过四天以上 就建议搭配预防性的药物或是从根本治疗不让头痛发生 而慢性偏头痛指的是每个月头痛天数超过15天 因此廖彦辉医生指出现在治疗头痛或是偏头痛不只是吃药而已 病患经过专业医师检查评估后也可以施打肉毒杆菌素 效果相当不错原则上也没有特殊限制 基本上只要符合的状况的话大家都可以 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很上荷包啊 它真的是蛮贵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健保险核上面会比较严格的原因 所以它一定要病人配合做日记 至少做到三个月以上才有办法 另外的话也要确定就是我们的预防用药 至少用到三种以上确定没有效之后 健保才会给付这样子 那给付也不是就是一直这样给付下去 它就是大概一年半之后会要休息 它会强迫你休息半年这样子 然后才可以再继续申请下一轮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它的给付条件上会蛮复杂的这样子 对那至于说有什么样的病人是不能用的话 目前其实并没有说特别说哪一类的病人不能用 只要基本上符合慢性头痛的诊断的话 咒读感菌素因为它只是一个打的部分 所以相较之下是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的 那单株抗体目前的话也是有一样的规范去做处理 健保的申请也是 那目前的话 单株抗体唯一有听到比较有影响的副作用应该是便秘吧 不会都是小问题而已 所以就是目前的话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经济诊所 一定不能用的部分 虽然没有特殊限制 不过廖彦辉医生指出 施打肉毒感菌素治疗头痛或是偏头痛 一次一轮就需要在头部以及肩膀总共施打31针 有时候三个月后需要再打第二轮效果会更好 而打针的地方从示意图来看 也有点像是中医的针灸 两种其实都会蛮有效的 那因为甘株抗体它打的是三个月一次 它是每个月都要打的这样子 所以它会需要病人比较频繁的过来这样子 那但是肉毒感菌的话 它是一次就可以一次只要三个月打一次就好 但它一次就要打31针 所以有时候要看就是 对一次要打31针 所以有时候要看就是病人 它对疼痛的耐受度啊 或者是它有没有办法接受 会不会害怕这样的状况去做处理这样子 要打头上 而且是固定的位置 那位置的话就我刚刚有线 有那个有秀的那个图 刚刚有秀的这个图这样子 这个各个点就像穴道一样 每个点都要打一针这样子 是31针耶 这边没有31个穴道 有有有这样有这样 就总够这样子 对总够 对对全部加起来31针 非常的多 对那有些病人是觉得这样子会打起来是 蛮有那种就是中医的感觉的啦 就是找穴道去打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这点蛮有趣的 因为这些 这些点有时候去对一些那个中医的穴位 他们也会发现 诶 的确是跟某些穴道是有关系的 这样 廖彦卉医师进一步表示 肉毒感菌素以往大豆运用在医美上 民国109年开始健保给付肉毒感菌素 可以用在慢性偏头痛的预防治疗 另外也可以采用单株抗体的注射治疗 来改善头痛及偏头痛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